我是Rainy 我們已經開始我們第二小時的直播節目了 在電話那邊也有聽眾朋友很熟悉的趙博士 趙博士每期都會在節目當中為大家提供一些健康貼士 和我們一些相關於健康方面的 和我們日常生活方面的大數據之間的聯繫 我們今天終於要觸碰到一個話題 這個話題其實很奇怪的 每個人都知道那件事有害 但是每年都會有這麼多人不斷地 還要花錢 明知對身體無益還要花錢 而且有時候還會幫他們的生活帶來很多不變 你要浪費時間 你又要多帶些東西在身上 而且呢 玩牙手把口又臭崩崩 那些衣服啊 頭髮啊 上面都會黏著那股味 你那些子女可能不很喜歡你疼他們 你的伴侶甚至都會嫌棄你 覺得你口裡面有一股脫 這件事就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吸煙了 這個煙盒上面已經印到 有多少人害怕就印多少人害怕 印著已經感染了癌症的肺部 黑色的 還有呢 還有呢 有時候更小一點 或者是骷髏骨 跟著上面寫著吸煙可能導致癌症 那儘管是這樣啊 加州加下的煙草稅高成這樣 依然有人呢 不惜呢 就都是 暗錢去買的 那其實 博士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吸煙對於我們 哪一方面的影響呢 我們今天呢 就會說吸煙呢 還有有些人非吸煙呢 都會有這個影響 因為吸煙的人會早些有這個問題 不知道男女有沒有試過在廁所裡面 小便那一刻 即是在公眾外面 那你就會見到其他人小便 那前面不知為何有炸尿 漏到周圍這麼大 什麼事情呢 其中一件事呢 會經常發生的 就是 當你吸煙 你就會提阻這個問題 就是呢 小便的時候呢 會漏尿 去完廁所之後呢 還有一些 不知為何呢 休了一條褲子的時候 他又有些滴出來 或者剛剛 林休褲才滴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吸煙和衰老是有關係的 吸煙會提早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 這個問題呢 糖尿病的人都會有的 就是小便的時候呢 那個肌肉 早點 沒有了反應 失去反應 接著呢 就摸到周圍這麼大 即是差不多 好像說 你 即是如果你前面那個 剛剛 剛剛你看完那裡 是很乾淨的 你前面那個去完 你排隊 你說 哇 你瞄準些 可不可以啊 瞄準些呢 瞄不準 你以為它不是真的瞄準 是它瞄準那一刻裡面 瞄準了 不過 小元變之後 還有一堆跌出來 見過這件事沒有啊 Rainey 你 我就說真的沒有什麼留意 但是說真的 我們去到公廁 你都見到 有個電影裡面 挺搞笑的 他在說 是一個 全世界最高科技的一個 就是太空總署那樣的地方 那麼 在那裡做事的兩位阿嬸呢 在大家下班之後呢 他們就去這個廁所裡打掃了 然後兩位阿嬸聊天就說 哇 你看看那幫人 宇宙飛船都做得出 但是他們為什麼不可以瞄準些 讓他們不要滴滴答答 在那個尿兜裡面 為什麼他們連宇宙飛船都可以上到天 但是就沒有辦法 把自己的小便放在正常的位置上 嗯 啊 所以 所以這件事 我又說吸煙 會提早這件事 這個叫做PMD Post Matrician Dribble PMD 就是失控去收尿那一刻 收了 只不過有一個延期 收完之後 還有一堆尿在尿管裡面 那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如果是男子 男仔呢 可以坐在那裡小便 但是你公眾廁所很難坐在那裡 那你站在那裡的時候 你就要由那個 即是 接近一點的那條管 慢慢逼它出來 然後呢 為什麼要逼它出來呢 因為很多人試過 即是 打算拼它 拼到它沒有了 即是當你一有這個問題 打算拼它都可以 最初可以的 但是打算拼得久 就已經不行了 因為它是 它是退到幾後下 所以你要基本上 逼它出來 好了 這件事 由這件事 這個數據 很少人聽到 聽過 通常人們 一講吸煙 就講肺癌 講其他那些東西 但是當你去 添加一個數據就是 吸煙者會提早有 Post Matrician Dribble PMD 你想一下 這個數據重要 男女士都有 男士比女士還多 那有這個問題 另外呢 就是吸煙的人 亦都可以 在去廁所 Number one 就是小便 剛才說的滴尿 或者瞄得不準 好像瞄得不準 但是其實是back up 有一個delay latency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可以是 那條腸呢 講到去大便那邊呢 你有沒有見過有些人 要抹兩三張就搞定了 兩塊紙巾就搞定了 但是廁紙就搞定了 但是有些呢 是整卷都搞不定了 是可以搞到呢 有這個 有這個 抹都不乾淨的情況 又是跟吸煙有關的 提早有 還有令到機會率大了 所以呢 通常呢 那些青少年 學吸煙呢 就覺得是 懶有型 但是呢 原來當初有幾個懶有型呢 後來呢 可能 就說手有幾個折舵 又很尷尬了 OK 嗯 你如果有 即是抹得不乾淨呢 即是你抹 你不是不抹 是抹完之後 都還不乾淨 你會說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以前都不是這樣的 那就抹抹多幾次了 都還是這樣啊 那這個在醫學界裡面呢 就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有沒有見過一些廣告呢 特別歐洲啊 就是會有些廁所呢 有條管伸出來 然後可以噴 噴些水來 讓它洗乾淨呢 為什麼有 就是為什麼這些東西 賣得到呢 通常年輕一點的時候 都會說 沒有這樣就必要啊 你在美國的廁所 我更加會見不到 因為它的心態是 亞洲也有些的 但是那個心態就是 那個廁所當然不需要更新的 廁所就是廁所 要用才去的 用什麼還要加條管 還有誰用過的 這個是那個心態 但是這個病 這個情形呢 是少人說 因為又不會說 又不會說 生命危險的 是吧 只不過很不方便 你覺得 但是擦得不乾淨呢 然後再加另外一個數據 很有趣的 就是 有幾密換底褲 這個數據是重要的 就是大多數人 一搭男士 穿條底褲 是穿多過一天的 然後如果呢 擦得也不乾淨 因為將來擦得也不乾淨 那你就變成了以前 可以條底褲 或者沒有換得那麼密 但是 現在不是的 現在有一股尾 還有一股市 我們想一下這個數據 是很值得去留意 就是吸煙者 就會多了這個情況 但是上了年紀 很多日 不吸煙的那些 都會有這個跡象的 所以無論是年紀的 這些掌油 其實並不是我們用來參照的 這件有誘法的誘因 但是至於你是吸煙者 等於博士 是什麼意思 只要你是吸煙者 這件事發生的機率和時間 會高和會做 沒錯 這些叫做 即是說得粗一點和粗一點 我的女兒就喜歡說這些 因為她有時候看我的資料 這些叫做 會流出一些屁股汁 即是你會聞到 嘩這樣的味道 好像一個大人 三四十歲 開始有這些問題 吸煙的人 就是會有這些東西 接著她是沒有人說的 因為這些東西 講來講來好像 跟誰說 但是我們今天在一個 電台節目裡面可以說這件事 就是說 你記住 底褲已經是少人換的 每天 有些人如果Active 那些 即是打球那些 麻煩一天裡面多換兩條 因為有寒線 有很多問題 但是屁股這件事 這些糞便 其實每一塊 每一塊刺子 抹到屁股 其實裡面 是超過 一千萬的病毒菌 只是病毒 還沒講細菌 還沒講那些 多過一千萬 所以 如果你說抹都不乾淨 抹很重要 但抹只是移 那些髒東西 其實是沒有洗乾淨 如果是漏 那些糞便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是很值得我們研究一下 待會回來才可以研究這件事 好 謝謝趙博士 我們先去廣告 1218-510-268-1118 加州的山火尚未結束 每年都有數十萬英貿土地被銷毀 山火對加州人來說 仍然是危險 和不可預察的威脅 因最近風暴而倒下的樹木 大風 近期的灌木生長 和變年的季節 都構成山火威脅 制備山火應對計劃 並且查看你所在地區的 Red Flag警告 準備好應急箱 制定逃生路線 在接到強制令之前撤離 在電話不可用的情況下 用社交媒體和短訊溝通 做好準備 保持安全 絕不要忘記 全年都是山火櫃 盡早撤離 立即逃離危險 做好準備 盡早撤離 並保持安全 加州消防員 與你同在 更多資訊 請瀏覽網站 firefightersonyourside.org 熱烈慶祝 冰島日報 86週年自慶 名借以下單位 天華集團 易文律師事務社 羅氏牙醫診所 唯一地產公司 金山寧元 中美簽證服務中心 專業辦理一切 有關美國護照 付中國簽證的 一條龍服務 和中國護照更新 以及一切文件驗證 委託書和生存證的辦理 本公司本著專業誠懇的態度 為喬包服務 徵島訪客中心代理 中美簽證公司承辦 地址 丹凡市625號 Kerny街 支出電話 115-282-6888 家宜片角 精彩梅訓 交通燈號 專業城市接收 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遙 轉變壓體 來自以下 今天第二節的健康大數據 繼續將時間交給趙伯仙 好 我們要繼續在談這些數據 因为其实有AI这个世界 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利害性 但是它只会令到多很多数据 但是很多人是做不到条连续 关于那些数据和究竟人生 很多样东西 就继续买这些可以给我们数据的东西 现在很流行 但是就不知道那些关系 不知道关系就搞得很麻烦 首先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有100个人里面只有19个 这是美国的CDC做过这个实验 2020做过的 就是2020的时候做过讨论 就是100个里面原来去完厕所 说的No.2就是大便 就是有100个里面只有19个是会洗手的 100个里面19个 这个比例都 我说的是哪个地区或者国家 有没有说英国人在美国的调查 是的在美国的调查 然后问问你去完厕所 如果有多少人会洗手 然后他就在2020年 这是CDC 就是找到 就是有81个是不洗手的 19个是会洗的 这个数据我觉得已经很突然害怕了 我们的卫生习惯已经到了一个 不可以不去教育的这个地步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是在CDC的网站都会找到的 所以中文师去完厕所 他就说只有19个percent 当然你可能 sample 多几个是好一点的 可能那个数位会移动一下 但是他们那时候2020做了这个数据 就是这个数据 那我们第二个数据要知道 就是有多少人去完大便之后 其实去完大便 就是说在那个屁股位 那个去大便的那个位置 后面少少是没有了屎在里面的 没有了大便 就是大便清了 那你会发觉10个里面 有5至6个是不清的 即是坐在那里 是坐在那里的 即是有些糞便 在那条刚刚对出临 拖出来的那个位置 英文就会好一点 因为我是一个讲英文的人 就叫做rectum 这个rectum是有fecal matter 即是糞便 那可以引起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 因为烧化到上面会有很多的疾病出现 你知道底裤不是每天换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数据 就是问有没有人每年都去买新底裤 那你会发觉多过一半的人是不会每年去买新底裤 那是有很多数据 那我现在一个个数据摔出来 等大家有个picture在那里 然后 然后就是 那什么时候会抹得不干净 刚才说吃烟的人会 上了年纪的人 但是吃烟的人是会令到他多了 如果吃了烟的人通常有3-40% 多了机会有糖尿病 多过你不吃烟 而糖尿病者通常去大便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叫做Bowl incontinence 或者叫做Fecal incontinence 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会搞到有anal leaking 就是说山的位置 是会现在漏出那些糞尿病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那条神经线 去大便的位置 令到那条神经线不满 但是后面又有糞尿 所以就会漏糞尿 那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很多时候 就是糖尿病的人会有 Diabetes Related Diarrhea 就是说 无端百事就间中吐射一下 然后那个anal sphincter又删得不满 但是你刚才知道的数据 他就说吃烟就会多了机会有糖尿 上了年纪又多了机会有糖尿 还有你现在你知道 很多人都有糖尿病倾向 那你又知道现在anal leaking 那样东西了 那就是说 你身边有很多个 但是当然不会方便说 或者不说出来 但是是 叫做漏这个 糞尾汁出来了 抹得不干净 抹得也不干净 有这个问题 那可以怎么做呢 这个就是 下一节的 但是起码要知道有个这样的问题 有个情况 是那些大人 那些大人的长者 不是小朋友 是没有进入片的 穿着底裤 而底裤是流出这些汁 而这些汁 是有过 不是一百万 是过一千万的 只是病毒 在底裤里 然后你坐那些公众椅 坐那些就周围有这个问题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一点的问题 所以第一 就是不要吃烟 因为会令到多了糖尿病 但是糖尿病 不只是因为吃烟而有的 而通常人们说糖尿病 就会说 小变密了 或者那些 很少会说 漏了些糞泡汁出来的 分一分钟没有 好 谢谢赞小博士 嗯 好 我们稍后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一起 健康大数据 美丽症收听的是 圣岛中文电台 粤语台 好消息好消息 田木林牙医报时 扩瘦服务到东湾的桥包 Denie Angel牙医诊所 拥有34年丰富经验 20多位医生团队 有哈佛三藩市医学院等 知名医院学府的牙科专科医生 为你提供最完善周到的牙齿服务 东湾牙医诊所地址 1436 Fly街 Sandie Angel 预约请电 510-939-7246 510-939-7246 自立车房门 国务全湾区 有15年专业经验 专门安装 维修国内车房门和马达快捷稳妥 电话415-933-7173 415-933-7173 如果你二入办移民 开公司考证书 结婚离婚 美国中国房服务 请凭收据到 盗瓣街930号 金山华人服务社 申扶令红包 请电 415-608-5611 608-5611 青岛中文电台全新广播模式 下周两点之后的节目 转为网络播出 收听方法有三种 分别是手机APP 声透跳页 星岛WiFi收音机 和星岛网站 Android手机 请到Google Play下载 注入SINGDAO TV 苹果手机 请到XDoor下载 要购买星岛WiFi收音机 请职致电650-808-8888 会你带来更清晰的立体星网络广播体验 要购买星岛 想了什么礼物给亲戚朋友吗 每年都是什么饼堂礼物卡 没有新意 你有什么提议 农年最佳礼物 当然是星岛WiFi收音机 升级把的充电线 是更耐用的USBG 更新增加倒数计时功能 煲汤手包没有煲洞 那有什么优惠 原价88元 现在特位价69元价序 记不可失手法有手曼帽 机会保用卡还可以参加金龙大抽奖 不是吧 这么划算 我也立刻打电话订购 650-808-8888 650-808-8888 你的手机看什么 星岛市YouTube每天的新闻 星岛现在每天下午6点 都会有最新最快的国际 美国和湾区本土消息 你还可以留意互动 打赏主播 那我就立刻追踪 YouTube星电视和星电视新闻频道 看星电视新闻频道 逐步出户就知天下事 马明星电视新闻频道 埬欺 Bonjour 值钱 沒錯,令你進入星空半摧殘,視訊資訊一體化的 星島中文電台網絡世界,2024年1月1日開始進入新紀元 這麼厲害?怎麼連入星網? 暗網就難入,星網人人都可以連線,人人都可以進入 只要你擁有一部手機,一部電腦,或者一部星島Wi-Fi收音機 隨時隨地都可以進入星島為你打造的視訊資訊一體化的星網元宇宙 很棒喔,擺脫AM的架鎖,個別單星導播放 下午全新的直播節目,只有星島網上才可以收聽 加下載星電視手機APP,或者購買星島中文電台Wi-Fi收音機 還有一系列的獎金和獎品等著你 詳情請自電650-808-8888,650-808-8888 好,回到今天第三節的健康大數據 例如做了這麼多期節目,我們和趙博士也合作了不久 我今天覺得一組數據可以令人觸目驚心的就是今天的這一組 與此同時也真的覺得我們的公共衛生環境 其實是面臨很大的挑戰的 而這個裡面並不是某一間機構或者一兩位醫生科學家就可以搞定 是需要每一個人長期去維護 養成一種良好的衛生習慣 這件事說真的 自己的命就真的在自己手上了 良好的衛生習慣 可能比起寧丹妙藥更加有用 嗯,真是很有感覺 我也很開心你有這樣的看法 對於今天的資訊 因為又吸煙 你說不是我的朋友吸煙 有提早這種不方便的病 那你會不會說有了這個病 換底褲換得密一點 開始知道這個衛生的重要性 因為如果那些糞便這麼多菌 走到尿管裡,便會療到鹽了 那療到鹽是其中之一令到尿去分岔的 還有蛤到周圍這麼大 所以這個是,那你說感染了糖尿病 因為現在密了,人衰弱得快些 吃一些東西令到有糖尿病 那糖尿病的藥呢 既然又是會搞到去大便時候去得不清 然後還有就是抹都不乾淨 這個叫做Fecal incontinence 那就是有隻西藥叫做Metformin 是會令到你多了情況 有Fecal incontinence 那你說還有什麼藥呢 有幾隻藥都是會做這件事的 但是其中一個很popular 很多人要吃的藥呢 當它有了糖尿病 就是一種糖尿病藥叫做Metformin 那你想一下,哇,原來可以這樣的 好了,那如果不夠太陽 譬如接觸不夠多陽光 或者是接觸夠多陽光 但是肝不好 所以製造不到維他命D3 你有吃維他命D3 但是吸收得不好的 又是會搞到小便和大便 都會漏這些東西出來 或者去不清 會有這個問題 其實肌肉萎縮這個病 和肌肉軟弱 是我們人生裏面 老的另一種肌肉的弱性 必經之路 遲早的 不過你現在做些事情提早的問題 你想想你去買菜 或者有時候開些東西 不夠力 不夠力 然後不夠力 因為第一,坐得多 然後我們通常都是做寫字路工作 那就沒有想著 做到差不多一刻 就要退出 因為找到一個年輕一點的 然後你就自己了 自己搞定了 怎知道走上樓又累 然後做很多事情不足夠 原來去完 去完 俯元 收不收得住呢 是靠肌肉 那塊 anus 可不可以生得住 那你說 但好像很自動 原來小朋友當時 做錯了的要事 就是去大便 硬 不應該這樣 應該放鬆 對手 手手腳 让它跌出来 但你说不是 它不肯出来,所以才要 推它出来 为何它不肯出来呢? 这个又很值得去研究 为何大多数人现在要push 不可以这样跌出来 因为它食物不够多纤维 尤其是粗纤维 对,尤其是粗纤维 哪里有粗纤维 蔬菜、牛油果 芹菜 麦皮也有纤维 Chia Seed 即是奇亚子核 也是有 Broccoli 很多人都不喜欢吃Broccoli 因为它有20%的纤维 但为何人不喜欢吃呢? 口感不太好 对,总常人们煮得烂了 而且煮得烂了就很难吃 没有想过煮一个孔 突然间有了中药说的那种 凉药苦口 口感有些菜不太好 可能有一股怪味 没有 但原来它含有的这种微量元素 刚好都这么巧 是你的身体不可或缺的 如果小时候吃得少Fiber 又谷得它多 肌肉在胸上打圆形 在anus上是一个圆形 圆形开始生不了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 多过一半的人是萎不清的 萎不清的时候 现在开始的孔就有问题了 肌肉有问题 肌肉萎缩 当然其他肌肉都有问题 一个人衰老的时候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衰老得快些 有些人衰老得慢些 第一 很年轻的时候弄坏了自己 有些平时精神紧张 工作上是紧张一些的 比如有些是炒股票 有些是要做一些 总之很紧张的事 几秒钟几十万养落那些 对 你没有想过他们将来会有这些问题 但是如果你看看 除了Fecal incontinence 和Urinary incontinence 除了吃烟会令到它提早 除了糖尿病会令它提早 还有精神紧张都会令它提早 而精神紧张很多时候 都会跟糖尿病那种病 也是会提早 即是说其实是衰老 在衰老里面 我们怎样调整 就是原来去大便和小便 那个知识那里开始 还有有些人就缺 缺什么呢 就是缺矿物 有些人就缺D3 当要用到这些资源的时候 要出力的时候 人家没有 没有在身体里不是死细胞 就是坏 所以其实很多人的这些病 从某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其实它坏了 不过不痛 不痛就不需要弄它 很多时候不痛就不需要弄它 不痛就不需要弄它 但是其实你不痛不弄它 它就继续坏下去 譬如可能你只有七成好 不过不痛 下次有了弄伤 七成就49了 如果七成 只剩下七成功力 又再剩下七成功力 两次七成就剩下49 那49就有问题了 因为剩下49% 很多东西都很不方便 这个就是两次 有受伤害 内伤就已经变成 真是搞不定了 好 谢谢赵博士 稍试休息阵 稍后回来我们今天 最后一节的健康大数据 先休息一下 再见 我们将高火灾风险地区的路线 埋入地下 并加固电线杆 安装左燃电线套 PG&E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安全 更可靠更实惠的能源系统 造福我们的社区 你已经输了多少冤枉钱了 五天还是一晚 你是向亲戚借钱 还是用信用卡射账呢 难道还卖了车 卖了房子 你的家庭已经吵到四分五裂了 我已经说的是 赌博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赌博一开始会刺激 但是落退过后 你要如何收拾残局 你不单止损失金钱 还会失去你的朋友和家庭 一个人赌博 大家都遭殃 如果你说你认识的人 受赌博问题的困扰 你可以用中文字电 华人社区赌博问题办公室 学院专业教师资格的 湾区青年古增演奏家 真藝课堂创办人Sandy Lee收货 科程设定每周一班一堂课 每堂课 每堂课90分钟 十二周唯一学期 小班制教学 科程收费每人40元90分钟 星上文化提供古增浦架 古增浦架学习 逢星期六下午 在南三藩市三九五 埃十汉波罗 星岛日报 微西版总部上科 报名查询热线 650-808-8888 家义聘局精彩梅芬 教育登号专用城市接受 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 好回到今天最后一节的健康大数据 对了 我们到最后一节了 赵博士 对了 最后一节都很不舍得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说 对吧 不过喜欢听的 我明天早上在香港 即我明天早上在美国 明天早上在香港 又会继续讲我 不过那些题目是永远不同的 因为不同的人问题目 和不同的反应 那个嘉宾都会不同 刚才在说 那个食烟的问题 又在说糖尿病人 衰老 但没有说到 有些什么食物 会令到我们多了些机会 刚才说的 吃纤维就会好些 有些什么会吃差些 但我们经常吃的 就是朱古力 朱古力 是会令到我们多了机会 去有 Bell Incontinence 就是漏了一些 柿汁 另外就是 喝奶类的东西 喝酒 还有有咖啡因的成分 在里面 很make sense 当你想想 就是这些全部都会令我们 衰老快了 紧张了 当然如果我们做了些紧张的东西 又在吃朱古力 又在吃烟 又在吃烟 因为很多时候吃烟 为了减低紧张 就是一种习惯 再加喝酒 通常喝酒加吃烟 再喝了 喝了 吃了 喝了些咖啡因的东西 还有加了奶 分钟奶 就有Coffee made 在里面 上个星期就这么说过 很麻烦 所以其实一看Bell Incontinence Fical Incontinence 你通常都会看到 去到有个问题 就不要吃这些东西了 那你想想 是不是很荒谬 就等到有个问题 才不要吃这些东西 其实那个问题 什么时候才是问题呢 当你搞不定 当你在这里失控 失控 因为不知道自己赖了 在腹部 接着隔离身边 亲人闻到 接着帮你处理 那时候才有 但是那个Nerve Damage 已经去到 神经已经烧坏了 我们知道早期一些 我们就可以处理 处理它 会好些 那你说 还有什么可以 吃了是好些的 高纤维的香蕉 竟然会好些 可以令到大便 bulk up 了 会好些 那还有 就是 如果 你 因为 Fecal and content 就是 leakage 是因为 你是消化不到 生果的 果糖 因为 肝一不好 便会消化 果糖 便不好 叫做fructose 那 就不要吃香蕉 因为你不要为了 纤维 纤维 很重要 但是不要为了 纤维 然后就不理 果糖 我们宁愿吃牛油 那个纤维 或者 刚才Renee 讲开 芹菜的纤维 那它便没有了 果糖 在里面 所以整件事 为何在AI世界 会搞到有时间搞 有起又落 有机会落 因为 当它发现了 用了这些东西 都还是搞不定的问题 为何还是这么多病 因为病 不是有没有AI去知道 那个问题 就是 还有很多其他数据 在旁边影响 是很全面的 你不是按了这个键 就搞定了 有同一个反应 每个人有不同的反应 你很清楚 他的日常生活是怎样 他有吃了某些东西的生活 那个问题是怎样处理 其实最好处理的病 就是那个病者 当他够多知识 他就会说 对啊 我这样按这个键 就不行的 我要避免 通常那些人衰老了之后 就是会有肝问题 就会有糖尿病 就是会 通常就会 我都说了 刚才今天听这么多数据 有多过一半的人 是平时去厕所都去 他本身已经细细过去得不清 还有些屎在 那个叫做 rectum 里面的 你去得不清 当有一天 那个 anal 那个 muscle 开始有问题的时候 其实有人靠光 一无就漏了 如果你可以学会去清 才起床的时候 还有没有谷 他 那就会令到 anal muscle 没有那么早去 叫做 失控 是吧 所以整件事就是这样 最后那个运动方法 放屁 就要出力 或者以前我说 push 那一下 但是收 调转 调转去忍 就可以练习 那个肌肉 这个叫做 pelvic floor 那个 exercise 就好像 忍屁 那样 或者去忍 BUBU 那一下 然后放出来 又忍回 又放出来 因为每一次做十秒 这样做法 每日做几次 那就会好很多了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运动方法 对于那个问题 今天的问题 嗯 OK 其实我查了一下 刚才赵博士所说 那块肌肉叫做 括弱肌 嗯 中文名叫括弱肌 是 是一块圆形的 相对于比较圆形的一块肌肉 那原来呢 它就真的会在 啊 啊 我们 经历了这一年之后 它就会变得 其实肌肉无力 和失去弹性呢 这件事根本就是 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情 就是随着 岁数的增长 只不过呢 现在讲的是 赵博士正在一直都在强调的一件事 你是不是要将这个时间提前呢 这个呢 就是 说真的自己做到主的事 嗯 就不是说一定会 每个人都一定会提早 但是 是 减低那种可能性 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做到主的一件事 没错 还有啊 很多人呢 即是咳 解割 先咳 就是咳 弹 === 打一下 methodology 一次就強烈点成吃 那圆面 有时会震动到 有去 leakage 也射ؤ 让 ک Sharji 也会 所以 那皮膚 呢 很重要啊 Anal 那那个肌肉很重要 如果食肌是不好的时候 当 Talk 一次 亢查 Yanomatic 男女士也是 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多些处理好 还有不要吃烟、不要喝酒 不要提早有这个问题 是差很远的 亦都令我们的幸福的时间 尽量地长一点 我们迟早会每个人都是 都会面临着练脑、体衰 所以这个是人类的自然规律 只不过就是我们能不能跟随 遵循这个自然规律 而不要自己败坏了自己 还令到这种自然规律 令到这些不幸提早发生 也都很多谢赵博士 给一些这么中狠的建议 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 希望无论如何都好 若果有吸烟的习惯的听众朋友 我们不要说一下子撕掉 也都可能不是很现实 但我们逐渐逐渐减量 少级一点 再到最后彻底不及 其实说真的 那件事是对你 和你自己身边的人 百利无一害的 好 多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早据 多谢赵博士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多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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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